OK好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HKA選手陣列上的ROCK帶來的 請付費解鎖 付費看更多 奇怪的是那個歌單還沒有更新是不是 加盟了一隻 其實大家把他看作是HK的救世主 如果扛不起來 全村人的希望 對 全村人的希望 那個對不對 紅色巨龍的希望 那個如果扛不起來的話特別尷尬 他的喜好上的話很喜歡這樣擋 沒有啊 我都記住他在HQ的時候不是這樣啊 因為我跟他私下在復盤的時候 他會這樣跟我講說 如果是我的話我15分鐘怎樣進去 然後把他也去進爆怎樣這樣 是我就定這個節奏什麼 所以我們就看嘛 這是考驗嘛 那有時候想法是這樣想 但是不一定做得到 你懂嗎 另外一邊的Enzo似乎要一個Standing Gag 而且被Beaven想要探草的意圖給 完全抓個正招 閃現拍火鳳形態直接帶走手殺 比如說他可能會 兩分多鐘去旁邊擦眼 但你三攤來就抓到他 其實Beaven是有防守意識 他有先砸一顆球進去喔 他剛剛有先想要看一下 欸裡面是不是有人 結果來不及了 沒辦法貼太近了 我... 應該是因為那個球女給他的壓力 讓他覺得那裡有人 哪一個球女 中路 哈哈哈哈哈哈 左邊那個球女 奧利安娜是不是 對對對 奧利安娜那個球女 OK 這個會不會摳 服役也過來要帶一下中路的節奏啊 好像是喔推到了 Win是閃現往前指 沒指到 歐拉夫的斧頭 閃現斧也沒斧到 哎呀 兩個閃現都空 雷歐娜 啊 不夠長的困擾啊 就 再延伸一點點 這個就必殺局 貓貓 一喵喵就 一喵喵 就必殺局 我覺得還是他不該走下岸 我覺得他今天要一閃 他在 欸又推到了逆流頭子 指到了 這什麼 在塔下被指到了 後面亮個TP SROCKTP過來 這波逆流頭子 留住的是 Enzo Enzo是沒有閃的 旁邊生態登場 K2想要來保護一下 Enzo撤退 這個服也看起來很危險 又被雷歐娜給指到WIN 這波同時做的大衛 直接搭配著 空業的斧頭 帶走的Enzo 那接下來是HK 突然之間 錢櫃小精靈 熱血開倡 要有兩個人頭回 要踢下來啊 更加有緣 哈哈哈哈 不是欸 這波 明智很關鍵欸 怎麼可以被推到啊 哇 我覺得那個走位太不小心了 因為他剛剛有往左邊走一點 他不想讓對面清完線 他的服也要來了 但是 今天他要知道的是 他會死欸 你被推到是會死的 對 就是你不知道這件事就 有點誇張了 他剛剛閃線也交過了嘛 所以 對啊 他上一波也沒閃啊 因為剛剛 那個我看ROCK 他兵線就直接往前壓嘛 壓完之後四人就直接夾下了 欸這邊還有機會嘛 空業 一個斧頭打到的是Alan Alan這邊是有閃有進化的 欸進化角 躲過第一波控制 但是還是被緩住 Alan你怎麼了 不會 他有閃被指到啦 他 是不是 是他不能被劉娜拉拉拉過來 他被摸到的時候剛好交閃 所以一氣呵成的往後飛 其實你會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海克斯閃線 用一個死角 但此時中路的敏智有大絕 能不能調位置 被逆的投資給留住 敏智轉了一手大絕 但來不及 所以人頭還是交到了空業身上了 啊 他其實有機會走掉了 但這波很操作 要怎麼走掉呢 先往下走嘛 先一回來 啊沒了 他把Q用掉了 沒了 我Q要放在這邊 沒有他剛Q拿去吃小兵就沒了 他如果接到劉娜拉拉拉拉 鱷魚打軟皮 欸來看一下敏智被緩住 開了諸城黃昏的空業 這一波POP起了 這個香味的一個加速效果 空業先離開了塔下 反而是Biven被留住 旁邊的Win 也是利用自己的太陽聖誡出手 之後做了一個短位移 戰交閃線 來到自己的塔下 有一波了 來看一下這個團 因為剛剛上一波HK 其實已經策劃到中路夾擊了 但可以看K2的位置 在左邊 我覺得他們有點大意 他們就有點當對面輔助不存在 因為他們前日每次進攻 那個輔助都不在 他們這次好像有點沒了 因為他們AD被斷了之後 應該就要知道不能打 好抬的是Win 這邊的Bajara想要開始進攻囉 反而是Win這邊看起來可以照大絕 交流交流 定住的是Enzo 再一個太陽聖誡往前指 逆的頭子留住 一個Sure溃薩 連續的控制 走不掉了 又是空業 Unstoppable無法阻止的潛櫃小精靈 他就跟那邊搶龍 他走下來是不合理的 然後他們是劣勢方 他們又過河道 一直要逼團 還到了岸上想要 想要挖寶 想要殺人 對 這都是不合理的 那這三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Bajara的人也是五人到齊 看起來Bajara想要吃完龍肘 是想要來接團 閃現Win往前一指 Ellis進化先解 放不出自己的大絕對 在空中想拉這個羽毛 倒勾 來不及反而是在阿智突然發力 直接拿走一個雙殺 而且這個小龍 看來終於是讓Bajara 給板為一層 不是他有進化 他有進化就不可能存在你說的 我說的E閃R空到死 你看他進化解解完就起飛了 起飛就拉阿倒勾啊 對然後二殺死就開砍了 不是這這這 唉唷 欸 瘋狄捲大絕 這一手是突然發生的一個塔後團戰 本來是空岳往前開的鑄成黃昏 防禦降得有點低 自己扛不太住 趕快往防禦塔下面跑 突然之間一波塔殺 看起來應該是 K2這裡閃台嗎 因為他沒有閃現了 然後烏地爾也跟著閃拍嗎 應該是閃拍接瘋狄打 看一下 看起來是先拍到然後接 接瑞空W 喔 閃拍閃台 哇 皇家待遇 大 皇家待遇耶 這個就沒辦法 而且 剛剛空月交閃 似乎是想要點人頭回來喔 我覺得 喔 結果 剛剛原本講說有兩千塊的經濟優勢 在一個團打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十八分十九分這邊 有一個藍色的凸起點 很一點點 真的耶 一個凸起 他們是不是急了 就是我太想要趕快把風向給抵定了 我想要趕快拿這個樓 我要聽牌 對 因為閃現紙是很有風險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他們還是太一個人 哈哈哈哈 說不定都每人說要在他上他就突然間 看我了 等一下 你們以前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以前 是不是有這種溝通過啊 看我 那必須啊 那難免嘛 那個聽起來很像是那個AD會講的話 看我 看我 那沒辦法 他硬要 哈哈哈哈 欸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 不是 這一波快沒了 往前看一下 這次凱莎進場 MN搭配著是ROG 在草叢那邊抓到的是Alan的位置 欸怎麼是主席 你怎麼在那個位置 好欸主席有閃不按 為什麼有閃不按呢 是5050的終極嗎 是中5050嗎 又是閃現 沒有沒有要開人要開人 凱克斯閃現往前 之後是一個太陽神界往前止 然後一個聖誕登場 搭配著VC迅布 想要做控制二殺 是凱的第一個人頭 下來之後鱷魚 直接切掉了輔助球 球尼捲的一手大絕 那MN進場招本來是被二殺 逼一刀給砍落了 這個二殺被無敵了 拿了一個TripleQ 阿智再次的站出來了 好強阿智 不是重點還是 我怎麼沒人理他啊 我剛剛一直全程看著他 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 手起到握手起到握 從南天門一路砍到蓬萊東路 是血流成河啊 你自己看 沒有人要理他 他就一直砍 真的欸 完全沒有人要打他 你看這個凱莎 我也不知道AEA跑去 那邊閃上去A這個 然後被球尼捲大絕 然後被定住 你看懂了嗎 我沒看懂阿 不然我坐在這邊幹嘛 如果看懂在場上啦 我也沒看懂 我吐了 這什麼阿 來衛生紙拿好 就球尼跟234有傷害嘛 那你就一定先盯一個進的打 那就一定是234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去突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H&A的壓力測試 他們拖然後呢 他們拖後排反而把自己的 就是直接把陣型給亂了 你懂嗎 我懂 就直接陣型亂了 反而被那個234開始切 是 可是野區招玉戰 聽起來好像Bajar強一點欸 對對對 Rock在這個時間點好像被抓到了 他的名副血練練練了一下 Rock往左邊一滑 開啟了自己的大絕 旁邊是K2的米西宣布 進場球女想要捲一手大絕嗎 來看看Alan撒大絕的位置 羽毛倒勾 沒有勾住 在左邊的Rock被放生了 那那個Shutdown是進入球女的手中 好 來看看有沒有機會 Beevan也過來了 小精靈就位 小精靈 再按上五千的血 巴龍 開了少爺 知道對方已經看到 三千 要有贏了 要有贏了 現在HK呢 要往前壓一個名副血練先練 空月再丟一個斧頭 Beevan現在全部停手 反而回頭打這個Win Win進來之後直接爆死 沒有 現在是Beevan的蹲點 又是無敵的Android 往前衝 目標要抓誰跟K2一起衝 衝衝衝衝 來看一下Android派了第一個人 鱷魚反運了一下 阿姿已經沒有血了 Win想不想開 Win看起來很想開 羽毛倒櫃 摸了一下之後就要回頭 太陽聖劍尺 阿姿被定住想秒 有機會 開啟一個驚人 此時Beevan的人趕快來救 一個瞎大 他們想嘗試看能力資料 但是應該其實就一開始跟著 輔助跟中路那個位置 再鬥點草莓就好 對 這邊先看 這個就是走位被抓嘛 就沒辦法 Leonard的霸道之處 這一波有機會嗎 31分鐘 HK 孤注一指吃這個巴龍 Win已經就位了 是在一個轉角區先看 看起來是喔 Android開了渦輪要衝進來 Win被拍住 旁邊是K2開了 明星訓布進場 但此時Win已經被放倒 就要閃起來還是死掉 Alan此時灑出地圓 大絕Rock 頂在最前面開了一個驚人 但起來之後 羽毛一倒勾 就被打到底血 被Alan拿到一個雙殺之後 Berjian全面進攻 然後珠神黃黃開啟的空間 只能逃跑 再找地圓包廂在哪邊 哎呀不小心走錯了 趕快閃現走 止血 不然這個團說真的 對Berjian來說 白賺的 我覺得開龍 有點滿 不是一個好險 Win完全是扛不住的狀態 然後整個陣型被羽毛給切開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 剛剛鳴副血鏈 就二薩斯扛在前面之後 是灑完羽毛整個進不去 好慘 然後Berjian是整段輸出位都不在線上 就是說他只能在旁邊 他被逼走 因為小龍要出生了20秒 這個對HK來說壓力極大 但有沒有機會 欸往前拍 Andro這邊想抓人 抓的是空月 被修羅克推了一下 空月直接離開 一個大絕 熱身貓照下來是照了三個人 不過左邊 被秒掉了 Bever 來看看M&N的輸出位置 還能打 Rock直接往前 閃現是紅怒的狀態 M&N大絕進場 被全部人給盯上 看那個懷錶 沒有人可以救他 起來之後又要直接被斬死 完了 二薩斯劍魔將士 劉娜那個勾 他就勾到那個球女 然後 定到 凱撒飛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哪一邊 好 我剛剛有看到一瞬間 這邊照三個 沒有沒有等一下 這邊 哎呀沒勾到 勾到 配合凱撒跟鱷魚先秒球女 那這個團還有得打 嗯 哇後面這裡已經是HK的強弩之末了 沒有人可以救這個M&N 我覺得這個 AD有點尷尬 可以把他打到 這個蹲點 而且是超遠距離的虛弱潰山 左邊又被抓到了 這個是K2好的發揮時間 ROCK被定住 ROCK大絕開啟 但自己已經提血 旁邊的 還想要奮力撥嗎 在窄口開 HK 這邊M造作是三個人 M&N進場 小秒閩智 但是旁邊的 二殺死閩智已經被秒掉了 那此次Enzo是盯到了 是右半邊 Biven開啟一個驚人 此次Win倒下 來看一下後續的輸出位置 阿茲往前拿著自己的巨劍開砍 但ROCK根本頂不住 這個GA好像是要白白給出去了 那起來之後也是跟著被放倒 拿了一個雙殺的Enzo 是在野區裡面拍到了Biven之後 帶領隊友拿下勝利 這看起來要一路高地 然後在左邊 其實M&N也是被盯上 而且回不去 拉了一手的血量 而且是限制了一下 哇那看來是想要直接結束這場遊戲 空月在沒有辦法跟M&N聯手 守護自己主堡的情況下面 只能眼睜著看著自己的主堡被攻破 主堡上他兩座已經倒了 那包廂時間到了 此時的Bajaya 是以19顆頭 對上9顆頭的優勢 擊敗了HKA 我們要恭喜Bajaya 因為我在下來之前的時候 我把我身價全部都在HKA身上 又是你在搞鬼啊 370張啊 哎呀 在幹嘛 有內鬼 終止交易 終止交易